1,2,1 中文系統其實服務員非常的廣大 它人口超過2億3千萬的人口 而且GDP達到3兆多美元 那這個地區呢 它有油援收入非常豐富的海灣六國 有世界第三大的轉口市場的獨拜 還有非常大的莫斯林的人口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市場 在我們第一期的計劃裡面 實際上我們目前有意來乘出的廠商 已經超過我們原來設定的服務的目標 當然在這裡面 獨拜它所在的地方哈聯大公國 它是中東第一大的進口國 也是第四大的經濟體 它這個其實它營運的輻射的範圍 可以達到歐洲亞洲跟非洲的市場 所以很多國家其實他們重要的廠商 在獨拜都設有營運的據點 以及採購辦公室 所以這個地區也成為中東地區 轉運金融以及營運的中心 所以我們這個中東市場行銷 這就是我們今年新創的一個服務 這裕城中心我們設在阿聯大公國 這個獨拜 它的這個叫做Jabai Alley的這個Free Zone 自由貿易區這個裡面 我們知道在這個Jabai Alley自由貿易區裡面 目前不管是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各國的廠商 目前已經有差不多7000家廠商 是在這裡面營運 也包括好幾家台灣的廠商 所以我們在這邊設這個裕城中心 它有它的優勢 因為廠商如果在進入這個的疫情中心 它可以低 因為其實他們還沒有完全開放100%外資的投資 但是在這個Free Zone裡面 可以有100%的獨資 可以自己來設公司 而且免營業所得稅跟個人所得稅 而且它有簡化的公司設備的這些手續 也可以很方便的開立銀行的帳戶 並且可以申請公司的人員 有這個Dubai的居留的簽證 另外非常重要的 我剛剛說在自由貿易區裡面 就有了7000多家的外商在裡面 所以光是在自由貿易區裡面 就有很多彼此的商機在這裡 其實這個計畫是我們冒險想的 前一陣子我們成立的這個印度行銷中心 那我們現在又成立了在杜拜的行銷中心 本來預計的希望能夠吸引到的廠商 10家啦是不是 現在10家都不止了 那也就是說讓大家更了解狀況 可能大家就可以來看看這邊 有沒有合適你的業務可以去開拓 那這個就是我們經濟部 我們冒險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服務大家